广西远古的使人之风 我嘻嘻哈哈不以为惯 因为只当他们是遥远的野蛮的小猫咯 和我们文明人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后来我才知道 即便在尊了王话之了礼教之后 大小无数的人肉演习 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没有消失 限制里短短一行两行简练的文字 却是残酷无比的景象 击死整戒 旱灾赤地千里 白骨成山 鸡人相识 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之际 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饥荒与人吃人事件频发 万历46年 庆元扶属大汉仍相识 崇祯七年 崇祖汉姬仍相识 顺治五年 这一年 广州大姬仍相识 新安县有人歌诗冲击 东莞恩平 新会 明有相识者 最惨最苦莫过于这个时期的新会百姓 天灾与人祸接踵而至 几年后 抗秦将领李定国围攻新会 有这么一段野史 战争初期关闭城门后 有几百乡民清修进城 限定想拒绝 但守城的清军却接纳了他们 当你疑惑这是仁义之师吗 他说 这些人够我们吃十天了啊 新会被围八个月 缺粮的清军下令屠杀居民为食 总共吃掉了近万人 事件平定后 当初守城的士兵走在路上 有个人过来不停的跪拜 问候回答说 我父母老婆孩子都在你肚子里 这不是韩石节快到了吗 我来祭拜一下 1943年广东 战乱加上一场惨烈无比的旱灾 造成的饥荒导致约300万人死亡 各地出现人肉市场 罗定又监民贩卖人肉 台山又无赖诱骗流浪小孩 杀害后当果子里肉出售 两元一晚 有人回忆 广州有一老妇人收容小孩 第二天售卖香肉 人们发现肉里有孩子的指甲和头发 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 1946年到1947年 南方又发生大饥荒 广西人相识的惨剧石油耳闻 市场上公开卖人肉 每鸡人肉与猪肉不相上下 人与动物各一套词 比如同一个部位 但这是肋骨 这是排骨 不能混淆 倘若说人排骨 人蹄 人下水 知人为处 这种错乱会让人不寒而栗 一则新闻称 1946年 四亿各地发生旱灾 发现有幼汤妇女机关 汤是百话中宰杀动物的意思 汤人机关 流水线的人类土栽场 万事之中人沦为牲畜 以上是为求生而食人的例子 食肉亲皮 是表达仇恨的羞耻手法 也是表达仇恨的真实手段 清代以来 两广泄斗成风 因水源的争夺 土地的纷争 村与村之间 或是姓与姓 族与族 乡与乡之间 常常发生激烈的泄斗 1895年8月 广东有两个村子因争水而泄斗 胜利的一方将被负村民杀害 并分食其心肝 1935年 广西贵姓有两村未争一座山头 双方泄斗不休 积愿已久 在一次冲突中 有一村将俘虏 生仔 破胸挖肉 全村分食 这般还不解恨 又把骨肉焚化 投入盒中 仇恨驱使着人们互杀互食 不知道为什么 食人者对心肝有的狂热的兴趣 水狐狸去心肝做行酒汤 有新鲜的人心 做行酒汤吃 始料里剖腹去肝 生蛋仇人心肝 比比皆是 从玄学的角度猜 可以壮胆 从文化的角度猜 古人认为 心藏神 肝藏魂 心与肝是精神意识所在 吞食对方心肝 是一种泄愤 从食用的角度猜 心肝好处理 鸽骨疗亲 就是隔下自己的 大腿肉为父母治病 明代桂林林贵县的彭氏 鸽骨肉熬粥 释放生病的婆婆 东莞有一位孝顺的和氏 婆婆生病 于是鸽骨已尽 桂林全周的孝子 尼文句 隔下手臂肉 或要给父亲服用 这些例子 带地方治理数不胜数 我本来的理解是 贫困疗到 缺医少药无奈之下 一碗肉粥 可以使病人快速回血 这也不实为一种思路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鸽骨的 很多反而来自 不缺饭吃的 图书人家庭 古人认为 人肉有致病奇效 尤其是亲人血肉 可以血气相补 世人乐此不疲的歌 送这一致孝孝行 所以先知里的 鸽骨疗亲事件 大多有着 复果欲 母岁欲的温馨结尾 吃人的封建里叫 物理意义上的吃 明清之际 鸽骨凤青 出现大规模人传人性向 笑得赛道一向横卷 常规的自残身体 已经无法满足 玉子不断拉高的道德家们 于是出现了 堪称玄幻的内科圣手 广东南海的流逝 抛肝凤母 广西泉州的蒋亭路 父亲得了咽喉的病 神灵向他托梦 咽喉和肺相通 只有肺才能救命 于是亭路这回引刀剖腹 在自己的胸腔里割了寸许费 急忙着守卫给父亲 父亲果然痊愈了 神奇的是 亭路本人安然无恙 见肖快还没有后遗症 这就是假药广告的套路吧 但除了这样一个孝父孝子 家族系体金表 地方关系体政绩 在顺之年间的 新会吃人惨剧中 一个11岁的女孩 请求代父而死 吃人的人还不忍心 女孩说 难道你们嫌我小 不够饱吃一顿吗 官兵听到后很感动 于是很累吃了他 我们有在说烂梗 原文大概就是这样的 文人也很感动 在他的苦痛中 品出了笑与烈 远古的使人救赎 仅仅是原始而野蛮 而文明时代的吃人 却吃出了忠烈 吃出了大笑 吃出了正义 吃出了养生 3 5 2 2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